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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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他的学生副了 还是哈 那个平台上做陈练 陈练的内容包括演讲 朗诵 一对一的这个对变 形体 每天早晨负责我们这个训练内容的 当时就是梁丽老师 我们是学教万事处的处长 我们每次回来都会到那个二楼平台上去怀旧一下 那个平台上的板子可能已经翘了 越来越破了 说明很少有人去踩了 以后的这个变速队的队员如果再集训 希望能够传承传这个优良的传统 至少把这平台踩个平立些 好 谢谢您刚刚的介绍 你看我们现在等到我们这集训练的时候 都不在平台上 所以我右手边是我们反方 就是四位03级的这个队员 呃 对是03级 不能再把视级弄错 这是四位03级的这个队员 这个队员 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 顺这个延期这个正方的二楼平台队的话 其实应该叫余生宿舍地下室队 但是很遗憾他们的名字今天不叫这个 叫做老司机队 所以我们请老司机队的四位辩手给大家做一下 给我介绍 谢谢各位 我是反方的一辩朱云飞 那么03级材料学院 刚才的话正方也说过 那么从年龄上面他们四个加在一起 比我们可能要长上个几十岁 人生的阅历会更加的增幅 但是我们也知道 有一些死对吧 人老死后这个脑子 多少会有一些 执着于一些不该执着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站在这里 像我虽然说比对方很年轻 但是说实话 也有十年没有打这边陆赛 尤其是正方的四殿 我们对一个大师兄 还要来提醒我 现在其实是下族行 对吧 但是我们今天反方的面对 我们勇敢地去尝试 我也希望我们再多个学院 能够支持我们反方 谢谢大家 好 请我们就要反方二叶就做介绍 大家好 非常高兴我们在今天教室节 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人 和我的辩友回到辩大 供需我们和辩论成分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呢 见到了很多 我之前听过没见过的师兄们 也看到了很多 非常优秀的师弟师妹们 辩大熊变天下的传谱 一直在传递 这是让我这次回来的最大的 反方二叶 来自电机学院的老谈 向各位老师辩用的高兴 恭喜 好 谢谢 好 谢谢 现在就在准备我们的表演赛 所以错过了这次我介绍环节 你们每个人可以一波三十两吗 好 这个大家好 我是反方三变 来自理学院的维生司 我也是零三级部学的 刚才这位主持人也介绍过 其实呢 我要说个抱歉 因为面对对方的思维辩用 我们这个老司机真的是 虚成一生老司机 我觉得站在对方面前 我们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新司机 所以这场比赛 还是希望对方的老司机 可以给我们多留一些情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零三级金晶学院的朱立强 那今天非常高兴 第一 我们反方四个零三级的 我们同时进入思辨学社 也一起出去打过很多比赛 我们能够重居在一起 另外一个很高兴的呢 就是其实对方有好多都是 在我们入学以后已经毕业 很多是文明但是没见过面 更没有在一起打过比赛 那我相信今天能够 大家有这样一个交锋也好 切磋也好 可以带给大家非常好的享受 谢谢大家 感谢中方包围面前的介绍呢 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 我们的表演的正式环节 首先呢 有请我们的正方一面立论 时间是三分三十秒 要把鼓掌的时间给我扣掉啊 谢谢主席在座的各位 大家上午好 首先今天是九月十号 我一定要用这个时间感谢 祝福所有在座的老师们 祝各位老师 节日快乐 身体健康 天内开心 好 回到面题 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是 人生在世 我没错过 还是我尝试过哪一个为重 那其实没做错和尝试过 回头想想 就是不同的人生态度而已 一个追求的是 我在做什么的时候 都尽量去做对 不要做错 然后呢 另外一种追求的是 我在人生的过程当中 能够有更多的体验 不用追求什么对错 只要我做了 我体验过就好了 那我们来看 这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哪一种可以让我们的人生 过得更快乐 可以让我过得更开心 那是不是 我们就应该选择 哪一种人生态度为重 来度过自己的一生 那到底 哪一种人生态度 可以让我们更开心呢 首先 尝试 其实是人生那种必然 从每个人出生开始 婴儿的第一声啼哭 小朋友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第一次迈进校园 第一次开始谈恋爱 第一次失恋哭泣 这些都是尝试 其实所有的尝试 就是人生经历的必然 而当这些经历 有了目标 有了方向 有了对错 其实这些 才是能够带给我们 更多的体验和感受 能够帮助我们过得更好 我在前一段时间 很纠结于减肥这件事情 尝试了各种APP 尝试了各种减肥方式 甚至还有带餐啊 专业的营养服务等等等等 钱花了不少 肉肉没有走多少 回头想起来 其实在那段时间 我更多的就是在尝试不同的减肥方式 仅此而已 直到后来 我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 一直在咳嗽 感觉人生的天都要塌下来了 咱们回过头来想 其实我自己的身体健康 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 可能是真正能够让我过得更好的 于是呢 我就开始去选择每一天 适当的 简单的健身 每一天 健康的饮食 良好的作息 让我自己的身体 回到了一个更加好的状态 我也觉得自己 回到了一个更棒 更萌萌的 那样一个状态 所以 人生 其实 我们重在没有做错 因为这样可以让我过得更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人生在世 我们总是希望不做错 坦白讲说 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我想在座的各位 每一天都会有五十个问题 问自己 在高中的时候 我要考什么大学 到了大学 我要上什么专业 到了专业上面 我以后 大三大四是要考研 还是要工作 如果我要工作 我要去达里 北京 还是上海 所有的这些问题 一连串的跟在屁股后头 希望让我们自己找到答案 我是一个双子座更加纠结 小到吃饭 大到嫁老公 恨不得每天天人交战 但所有这些天人交战的目的 其实就是在问自己 我到底选对我 我到底是不是没选错 所以呢 我想要告诉各位 人生在实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没选错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请问 假设这么个状况 一件事情 您觉得对 但是您家人全部都觉得错了 您会怎么选择 首先 我没做错 和我做的对 其实是有不同要求的 没做错 其实只是说 我没有往错误的方向走 做对其实是一个更高的严格要求 OK 不好意思 我想请您回答我的问题 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 您会怎么选择 就看 我们自己去定义 我们对于对错的标准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答案 有一些人说我要爱情至上 有一些人说要家庭至上 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没有对错 只是个人选择的不同罢了 OK 很好 感谢您 确实承认了在很多事情上 对错是没有办法判定的 这也恰恰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第二我想请问您 刚才说到的 我做对了结果就能更好 但是您用您觉得正确的方法去做 就一定能做对吗 请您告诉我 刚才就提到了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 人生在世 讲话所有的事情做对 太难了 但我们总不能因为它难 我就不去做 不去追求 对吗 因为重在其实就在这 我们是不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 我们是不是要以这种人生态度 来度过自己的一生 好很感谢您说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要用好的人生态度 去往前走 去尝试 其实您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要用对的方式去尝试 应该是重在尝试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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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反方应变怎么说 反方应变理论时间同样是三分三十秒 好谢谢 我们先来看一下对方是怎么说的 对方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叫做尝试是一种必然 在这个必然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说有了对错才是尝试 我们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对方其实已经承认了我们要尝试 他们所做的比较是什么 是正确的尝试比比赛大比较 是要更加尝试的 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变的 我们每个人都认识这个观念 我们认识比赛是这么大的吗 我们今天这个变题如果真的要有意义 我们再多多想一想 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去纠结这两个问题 我们究竟要选哪个 其实哪个选哪个选哪个 就是当我们的尝试和当我们的对错 一定程度上发生冲突的时候 或者我本来说的更加直接一点 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突然之间你面前出现了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或许会给大家成功 或许会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是我停下来用着保守的态度 我先去搞清楚这个对错 还是说我们勇敢一点点尝试一下 这才是我们编读今天真正要探索的那种 所以当我放在这么一个环境下 我再看的时候 我想我们不难发现尝试 重视对错 这样的一种世界观下的观 在这里其实已经不效了 为什么 因为就像对方没有所说的 我们太难判断了 太难判断是比较不对还是比较错 比如说再多各位 你们已经毕业了 你的父母希望你去考一个公园 为什么 稳定嘛 你自己想要去进在一起 觉得这样收入高 你以后一个朋友突然找到你说 咱们一起去创业 咱们一起走上人生天空 你说这里到底是谁对还是错 你一开始能知道吗 其实根本的父母 你有些时候你觉得我在判断 我在取舍究竟除对受错 但从根本上说的难听一些 这叫做幻和幻师 那我方今天为什么要强调一个 就是尝试的一种观呢 两方面的原因 我们先说第一个 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 尝试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的精彩 然后我自己来说例子 我去年的时候面对了我职业生涯的一个 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波动 我原本的公司倒闭 那么当时有几家业内的公司 都开出了不错的一个代理 同时有几个不错的兄弟 跟我说我们一起去创业 一起去拼一把 那我的选择其实是后者 那在这我不是说我这个选择一定是对的 事实上到现在我都不清楚 我这个公司做了一年 有了一点微小的成就 但究竟会不会失败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我是不确定的 假如当初我没有去做这个尝试 我将来一定会后悔 不管是对是错 它一定会在我的人生上 留下无比精彩的一页 所以尝试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更精彩 第二点 我们上升一个层次 我们不再看我们个人的生活了 我们上升到我们社会的层面 看我就能发现什么 我们会发现 尝试是我们社会一切进步的根本 对错是一直在变的 但是尝试这个东西从来都没有变的 对错发生变化去几个例子 比如说当初 文艺不新 什么东西是对的 教廷是对的 文艺不新把他打破 法国大革命之前什么是对的 绝对的君主制是对的 法国大革命把他颠走 哪怕说放在我们中国 我们发现什么呢 改革开放 让我们看到了不关是只有一种正确的手练 所以我们所有的尝试最为重要 谢谢 谢谢 我们的经历 集中在了变死的一遍 那么接下来有请正方四遍 咨询反方一遍 时间总共是一分三十秒 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判断合不等于预测 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判断和预测是不是一个意思 那当然不是一个意思 判断什么时候出现 判断什么时候出现 对 面对抉择的时候出现 不 判断也可能在抉择之后 反思的时候出现 当然也是有可能 但是不明白这是什么 所以你们的逻辑并不完整 判断并不总在抉择当时出现 那可能叫预测 好 你说 这个人生重在这个尝试 因为尝试可以带来精彩 精彩除了尝试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支撑要素 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但是 举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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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尝试 是最好的方式 看到了吧 当对方想要尝试 这证明他们的变题的时候 他只能找到尝试 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他们最对的选择 他放弃了其他的尝试 这叫重在尝试吗 我们要找尝试 好 人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怎么选择是对是错的时候 这个叫尝试 它一定会导致你们追求的精彩吗 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你选择创业还是选择打工 它一定会导致你人生追求的那个精彩吗 选择了创业 我一定能够让他有精彩 那么多对创业会悔恨交加的人 那些例子为什么不看呢 因为我们在里面说后了才多 时间已经到了 谢谢 我们在里面说到这个快反应 我们交大的论论队的三个特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请正方二辩 针对反方的这个理论 做活论 时间是两分钟 这个我本来有点多激动 反方一说话也说激动 为什么呢 因为他提到了我们要面对的一个很难的难题 就是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的时候 难道我们要放弃去探索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吗 好了 我们说人生在世 谁不尝试 从小到大就是尝试着长大 它重要不重要 特别重要 跟吃饭睡觉一样重要 但是就像对方说的 如果我们今天讨论说人生在世 正在吃饭睡觉 有意思吗 没意思 有意思的是什么 你要讨论的是 吃饭 吃软饭对不对 不对吧 睡觉 你不能睡错了床吧 这叫什么 这叫对错 作为一些毕业生理的成年人 你要给家里人带来什么呢 带来安全的食品 这是正确的 你要睡觉 你要给家里人的舒服的房子 这是正确的 当我们讨论到他的异地 他的对错的时候 这才是我们人生的重要 虽然这个对错很难判断 正是因为对错很难判断 所以你们看哈 吴江他做咨询公司的 郑国做咨询公司的 他们干什么的 他们是告诉你们 什么时候做是对的 什么时候做是错的 今日说法干什么呢 告诉你们是非对错 你看哈 我们议论队 谈起 投入几十亿的股票 干什么的 他每天愁什么呀 他为什么不尝试的 随便去买几几股票 责任越大 你所需要选择的 不是说可以变尝试就完了 兄弟们 好 好了 经常哈 你看我自己的岁数 经常有设计学们问我 说 是因为我要买到北京去发展 我先说 来呀 尝试一下 这是不负责任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咱们的二龙品牌队 果然有更加丰富的人生经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反方二点 对正方理论的这个博乐时间 看下你们怎么说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对方便宜 那么各位观众 请让我来帮助大家 理一下反方正方的博性 正方今天告诉我们 什么更重要呢 尝试不重要 高水中的尝试不重要 这个逻辑让人很难理解 首先 正方一边告诉我们 要坚持正确的方向 在选择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实现人生的快速 请问大家 大家摸着聊天说一说 我们这么多年 遇到各种判断的时候 有几个人能很认真地告诉我们 我这个判断一定是正确的 上什么大学 选什么专业 找什么老婆 干什么事 老婆出了鬼以后 要不要发微博 老板灭态 我的生活 要不要跳好 这些东西哪怕在事后 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在事当中的时候 比方便 能告诉我们 什么是正确的方向吗 人生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演出 你说这个演出不是一场话剧 每天都是谢天谢地 你来了呀 这是其 其二 即便是有标准 大家请想一下 这些标准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些标准是天上掉下来的里面 这些标准不都是前人通过大量的尝试 告诉我们的吗 这不是很重要的吗 即便是前人告诉我们的 对方便游你就会了吧 前人告诉我们游泳 姿势该怎么游 如果我们在水池里面 气心含勇 切记起它 我能学会游泳吗 这种从支到行的转变 也是要靠尝试呀 所以对方便 请不要再告诉我们 尝试就是用高标准的水平去尝试 这也是一种 谢谢大家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在今天的辩论一开始都说过 为了蹲老 每个面位我们少蹲20秒 没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敢于和师兄在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对我们几个人的人生来讲 就是一个最美的成事 谢谢大家 刚才双方的这个博论环节 都被双方的这个 都被这个精彩激烈的这个掌声 打断了好多次 那么接下来呢 我特别期待下一个环节 就是对变环节 由正方二变 对变反方二变 听听他们相互正见 那时间是各为一分三秒 双方交替轮流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发表 首先由正方开始 那个 咱们上交大干什么 再多那么多老师他们传道授业 是干什么 是在教我们一些正确的方向 帮助你去逐渐找到一些正确的方向 还是不是告诉你说 随随随便便便的尝试就好 尝试不是随随便便的尝试 尝试也不是愣头清 尝试也需要水平 也需要大股的尝试 哎太广了 那你对于尝试那些 有水平的尝试 还是说低水平的尝试 都是尝试嘛 有水平的尝试也是尝试 总比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干起来 告诉我你选择哪一个 我选择有水平的尝试 但是这也是尝试啊 实际上 这个你们呢 也都是毕业快熟练的老江湖了 是不是 你们也不要装这个愣头巾 你们在做选择的时候 是不是会尽量去选择对的那个 师兄我告诉你 对的事情 错的事情 光强调这个对错是没有用的 把对错 起在名字里也是没有用的 东方不败 最后还不是被那个 有冲劲的令狐冲冲冲冲冲冲 给实践败了 咱们先说啊 先说这个 你能选择 能知道对错的时候 能判断的时候 你肯定有一种说话 你会选择哪一个 师兄没问题 能判断对错的时候 我们都不傻 一定会选择对 但是我刚才已经 向您提了这个问题 人生大多数情况之下 我们真不一定知道对错呀 就是一场谢天天地你来了 你的环境 你的对手 什么都是不可控的 请问在这种环境下 您怎么知道 什么是对的 我不说了就有支撑公司吗 你管 咱们是无恐死 谁将见了是威之珍 我相信 无疆绝张姐不敢 他这胸部说能定是威之珍吧 那你会问问他呢 我会问问他 这是他的意思 你看 你既然又会问他 又会纠结这些事情 请问啊 你老问我们说 你对错的标准不好定啊 你为什么要纠结对错的标准 我为什么从来都没有 纠结过尝试的标准 就是因为对错的标准不好定 所以我们才要去尝试嘛 你为什么问这个 你为什么问这个对错的标准的问题 就是因为人生在石头路口的时候 我们看不清对面道路 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他的利益到底在哪里 如果都看得很清 还有这个问题吗 如果看得很清 确实没有理由 正是因为看得不清楚 所以我们才要去 这个人生在石头路口 几千年 请问你们为什么求索 求索的是什么 求索的是对错 尝试是什么 这个闪子 这叫尝试 随便选择哪一边 这叫尝试 啊 谢谢这方面 那么请问这方面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的时候 如果东风就不来 您能成功吗 你最好能告诉我 我能不能成功 我特别想知道 因为我知道 我想知道怎么样才能 我告诉您成功不了 正是因为成功 有很多不同的客观条件和约束 我们能管的只有自己 所以我们只要尽可能 就去尝试 到底成不成功 还按运气成分 如果您的判断 我要做的是你不能成功 您建不建议我尝试 建议 感谢正反双方非常非常精彩的 这个对面环节 那么下面呢 我们会进入到盘问环节 盘问环节呢 由正方三遍 对反方一二四遍进行盘问 盘问 咨询 呃 用时和问题的各数据 五线指 时间是总计2分30秒 盘问方可以打断被盘问的 我们就有请正方三遍 来自咨询公司的吴佳姐姐 来自咨询公司的吴佳姐姐 通常我都是被人问问题的 呃 今天呢 大家都听到 在一开始的时候 对方的同学对我们 非常的客气 但是这是一种尝试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自己也说了 一开始是说 为了分老 您每个店被让了20人 那请问一遍 为什么你没有让呢 对方也不要当真 对方也不要当真 对方也没有让 对不起 真的我想去试一试 但是发现时间不够 我改一改 我换一种长吃方吃 我还是站满它不就好了吗 我方二边让了一样 对不起我可以打断你 所以呢 为什么要打断它 不是因为我一老麦老 是因为大家肯定要吃午饭 呆呆呆 大家和午饭中间 那个时间点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要帮大家加多时间 那我问的第二个问题 请问 你为什么要换一种尝试的方法 是你看到了什么 让你导致这个想法 还是问一点 不好意思 还是问我是吗 啊 当我情况改变了的时候 我就要换新的尝试方法 对吧 那就刚才我们说的 我可能会尝试这个时间站吧 我给你居然供这种尝试吗 对不对 好谢谢 所以大家听到 当他看到情况改变的时候 他会变 他为什么要变 请问二边 你们当时改变方法的时候 你们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其实我们的效果很简单 就是符于最终的目的 但是我们在不尝试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知道 到底哪种方法是对的 在尝试之前 我们没有办法给出来一个预判 对不起 你说的是你要服务最终的目的 那么你尝试之前 你不知道最错 难道你连目的都不知道吗 知道目的啊 我的目的就是人生要精彩 好 那你为了这个目的做的事情 还是对还是错呢 为了这个目的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做对 有的时候做错啊 如果说我们为了一个正确的目标 所有事情都能做对的话 那这个面积还有什么价值呢 所以你其实也在说了 我们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会尽量去做对的事情 那好 我问对方分别的问题 大家看到 当我尝试去做一件错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会干什么 首先我想说 很多事情你做之前 并不知道对错 其次 你怎么知道他是错的 要么你试过 对不起 要么前人试过 这都是常识之后的经验 为什么你不知道对错还要去做 你不知道对错 是不是代表你不在乎对错 并不是我追求最后结果的成功 但比不代表 我想做对 就一定能做得对 这是两个概念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双方的这个发言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反方三变 对正方的一二四变进行谈问 时间同样是两分才是两分 好 谢谢 我想请问这个 我们人生经历最丰富的 地方四变是什么 你在人生中有没有做过后悔的尝试 有 那为什么后悔了 因为他错了 但是 但是你也尝试了是不是 是 那为什么你在知道他错的情况下 你还卖出了尝试 当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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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问对方 你们一变的问题 判断可不是预测 判断也可以是 在当事后反思 那我想再请问一下 在当时不知道的情况下 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 你去做这个尝试 我轻信了 人生 再是重在尝试 这样的一下子都 那对方 那我现在想问这个 对方一变 你有没有成功的尝试 当然有 那你是不是每一次成功的尝试之前 都已经确保了他一定会成功 他会去做 不是 但是我会在确保 我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都会找着 我认为他最可能成功的方向去做 好 那所以其实 对方始终在说的 并不是说 我没做错 和我尝试过哪个重要 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做对了做错了更重要 是不是 不是 我在论真的是人生重在对错 还是重在尝试 如果对方认为人生做对了 比人生做错了更重要 那么我方自动认输 我们就可以退场 对不对 那我想请问对方二变 对吧 对方二变在求索的根本中 每一次都一定能够求索出来 在即将去做尝试的时候 得出来什么样的阶段吗 好 好 我给你准个例子 我们前两天有一个新闻 在科技界的狂人Elon Musk 炸掉了脸书的创始人 一个两亿的卫星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总想把这个火箭 每次升上天之后 再把它降回来 对吧 那你说他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他知道这是对还是错了 那你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就是 他可能随便尝试一下 他都没有一个标准 他不论有没有标准 他的结果 即便是他前两天 毁掉了脸书两亿美金 他是不是也做出了这样一个尝试 如果按照对方的标准的话 我一定要稍保做错 我才去做啊 他都不应该做有事 那都不应该是坦能认 我没说这件事情说 未来有可能错 但是你在做的时候 你是有一个对判 或者说挑一个方向 或者说其实我们做错了怎么办 做错了我们得认错 得承担责任 这才是对的 即便做错了也要去做 对不对 这个是对方的 反正你就是得作樣,人生就是嘗試的 人生始終是要嘗試的 時間到,時間到 雖然我們反方分辨時,今天所有歸隊隊員當中 飛行距離最長的是從阿根廷回來參加這次運行 但是我們要嚴格遵守時間,不可以再超市了 接下來我們請正方分辨進行盤問與漢長小姐時間是兩分鐘 好,謝謝主席,聽到現在其實我覺得大家對雙方的觀點根本的問題應該比較清楚 那麼我們這一邊呢,一直給大家強調的是我們要負責任 當大家問我問題的時候,我該不該試一試的時候,我不會輕易告訴你你說是還是不是 而是要幫你盡可能找到一套對你正確的,這是咨詢公司幹的事情 如果我的客戶問我說,誒,這事你能不能幹,我說我試試吧,抱歉我失業了 那麼對方一直想問我們的觀點強化成什麼呢?我們只做對的事情 這個不是我們想說的,我們想說的,剛才一直在給大家強調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對錯的時候,你要努力去找你認為最對的方向去 有些事情你甚至做過之後發現錯了,不要緊,只要你及時認錯 浪子回頭,什麼來人? 所以其實在今天的這個賽場上,我們一直覺得對方講的嘗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也一直在跟大家講,很多事情你需要嘗試 但是在嘗試的同時,不是隨便的嘗試 不是制散,不是投標箱 那麼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但是你怎麼選擇你的方向? 你究竟是說我隨便試過幾個不同的方向之後,我就滿意了 還是說我希望那些方向當中有我喜歡的部分,讓我的人生更加精彩 那經常我們做的諮詢,還顧到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我的客戶可能已經工作了二十多年,他們更少司機了 看到我會說你剛畢業了吧? 憑什麼你來知道我呢? 那我就會跟他講,人生的長度和秘密是不一樣的 當你不斷地在你的行業裡嘗試的時候 有的人是一直在做對的事情 所以他能夠用更短的時間,積累給你更多的經驗 當然我說的時候要用對的方法 這樣說給大家聽說,你跟客戶講是不行的 那用這種方法,你才能夠達到你的目標 你的嘗試才會更有意義 這是我們給大家強調的 什麼叫嘗試,什麼叫對錯 好,謝謝 再次感謝,來自信公司和胡椒師兄 那麼接下來我們請反方翻面進行盤問與班長小姐時間 同樣是兩位招呼 好,感謝啊,其實我還是要非常不情願 雖然我們對方人生的經驗卻是短了十年 但是我想說,我們說嘗試過 絕對不是置傘子,是隨便嘗試過 其實對方今天反反不苦,反反不所想回徵 無非就是告訴我一個 連我都肯定認同的道理 就是做事要做對 這是一個從想,一個小孩去發話 你告訴你的話 你肯定不用在今天來討論 既然對方也是做資金公司的 我其實在華為公司也工作了十幾年 比如以華為公司這樣一個公司為例 我們已經走到了所謂的世界的人群 在通信產業是世界第一 我們所前進的方向根本沒有對錯可說 所以就會有這樣一句話 在一個日新院一個科技產業 不創新可能會死 不創新一定會死 為什麼會有這句話? 如果按照對方的說法 我願意要做對的事 願意要做對的事 但是恰恰我們這個遍體所討論的意義是 小到我們一個即將畢業的大學生 大到一個企業 大到我們個人在生活中面臨的婚姻事業的平衡 我們更多時候是不知對錯 在不知對錯的情況下 我們如何去做出判斷 我認為這才是我們今天當著上版的觀眾有所討論的點 所以我非常誠懇地希望 對方在這個立論的時候 千萬不要再真正教導我們 要聽話做好學生做對的事 不要置傘子 我方也從來沒有置過傘子 另外還有一點 我希望在這裡所傳達的關鍵是 對方也不要過度地去暗化做錯的事情 就像我方伊甸所舉的例子 他的創業歷程 即便他失敗了 其實也是一個寶貴的才華 就像對方四點也舉過例子 有很多創業失敗的淒慘故事 故事雖然淒慘 但是從統計上面來看 為什麼我們會講 重複創業者的成功概率更高 恰恰是因為他的上一次失敗 也給他積累了眾多的經驗 對吧 我們更不用說聽到耳朵都去檢測的話 叫做失敗是成功之一 所以說做錯 做對在我們無法取得的地方 賣出的一度進行長期更為重要 謝謝 大家都知道創業 我們希望辯論隊的所有師兄師姐師弟師妹們 創業都成功 接下來我們進入到自由辯論環節 這個環節總共是8分鐘 由雙方發言時間各期14分鐘 由正方先開始發言 請 對方給他所帶的華為公司做了一個大動作 世界上有一個比華為更要為大一些公司 叫做谷歌 為什麼他們的文化標準叫做不作惡 好的 我恰恰看到了 我們現在谷歌的安卓和諾基亞的Windows Phone 我們想一想 如果不是因為當初 谷歌在不知道對錯的情況下收購了安卓 那麼就會怎麼樣呢 就像諾基亞一樣 我搞清楚Windows Phone好 然後怎麼辦 諾基亞可能還砸很好 我想問對方一個問題 對方一遍曾經說他的減肥健身那個歷程啊 我想問你最後選擇那個正確的嘗試方法 是你自己試出來的 還是別人的經驗告訴你 正面回答一下 正面回答其實很簡單 沒有什麼方法了 做對的事情就能拿到對的結果 回到谷歌 谷歌的老闆在做收購決定的時候 他認為雖然結果還沒有出來 但他覺得他當時做的到底是對的事還是錯的事呢 谷歌的不作惡是不作一開始就知道錯的事情了 而谷歌為什麼能夠成功到現在 是因為他把他的母公司已經剝離成阿爾斯拉 背叛連Google自己都變成了他的一種嘗試 請了對方的表現 你這麼了解谷歌 諮詢公司的公司能不能告訴我 谷歌放棄過失敗過多少個項目 這事兒還有諮詢公司告訴你嗎 雷仲斯是在華為工作 你在考大學的時候就知道今天你會在華為工作嗎 我在考大學的時候我要面臨的是邁出北京我的家鄉這樣的嘗試 雖然我從來沒有來過西安 雖然西安那個時候在北京人中有很多 張艾萍老師跟我說過一些誇張的傳言 但實際上我還是邁出了這個嘗試 所以我一點都不後悔呀 你當時定了一個目標是要邁出西安 然後你嘗試了已經說對了 但是你今天一直在給大家講的是 我一開始我連目標是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你們才會說我不知道怎麼選擇 我想請問一下 在你們眼對錯和成敗的區別是什麼 不好意思 目標一直都有 只是達到這個目標的實現方式 我們無法判斷是否能成功 我們今天判斷的這個最主要的標準就是在於說 絕大部分情況之下我們不知道對錯 或者是我們沿著一條激進的道路往前行 我們考慮是否要改變人生鬼去嘗試一個新的東西 還是繼續沿著老路走 這個時候才涉及到我們今天討論的變題 請對方不要一直在偏離我們這個軌道可以嗎 朱立強說得非常對 當我們有了目標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哪一個方法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會不斷地試錯 我們想一下這個邏輯關係 我試錯的目的是什麼 是因為我們相信重在對錯 而不是不斷地去嘗試 對方沒有明確告訴觀眾 您今天所說的對錯 到底是一種嘗試的方法 還是結果 一遍可能沒有太精進 再強調一下 這其實就是不同的人生態度而已 人生的態度在對方沒有解讀這個辨子 就是我要幹好事都我要幹壞事嗎 還是說我要始終嘗試去做事情 以及我怕做錯而苦去嘗試呢 這個討論變得有點理論化抽象化 我們用一個具體的例子 剛才馬南曾經在發言當中告訴我們 東方不敗有他的嘗試 令狐冲有他的嘗試 他們每個是成功 每個是失敗你敢說嗎 我敢說 東方不敗那個不叫對 令狐冲這個沒做錯 如果要讓對方去嘗試 你願意嘗試成為東方不敗嗎 我不知道 說實話 我不知道東方不敗究竟嘗試了什麼 難道說我們資工正在對方看來 我們要去嘗試一下嗎 這裡根本就沒有這個問題 對不對 我想問這麼一個問題 就是對方沒有說我們要做對的嘗試 這個對這個東西究竟從哪來 能不能告訴我們 我們從來沒有說過做對的嘗試 我們說的是事前預測 事後分析判斷得出對錯的 這是你們強加給我們的 如果東方不敗那個不叫嘗試 那人生在世正在我嘗試過 你怎麼跟東方不敗交代呢 不好意思 您剛才講到了一個東西 我覺得通話的概念 您一會兒說我要用對的方式去嘗試 對是一個嘗試的方法論 一會兒又說我結果要做成 你說的是一個結果判斷 這件事情要成功 我方從來沒有否認過人生希望獲得成功 但是獲得成功的這個過程 我們不可控 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如果你非要概觀論定說我做成了 就叫牛逼 那不好意思 這個對我們今天大家的人生沒有任何的知道意義 因為誰都知道這是對的 這樣 我很久前問了一個問題 觀眾可能還記得 你們還沒有回答 對錯和成敗是什麼區別 因為你剛才說的恰恰是我們反對 不以成敗論英雄 我們不會想成敗 但是我們要知道做對的事 對 所以對方說來說去 不以成敗論英雄 想辦法去做對的事 說來說去 還是要去嘗試 對不對 我想我們如果今天真正想討論一下這個便利的焦點的話 請對方舉個例子 什麼時候你會覺得不去嘗試呢 你講得太棒了 真的都聽不懂 剛剛就說那點 來北京的事 我剛才問你們說 如果你都明知道別人做的一個選擇是錯誤的 你為什麼還要建議開始嘗試呢 我們從來沒有說過明知道選擇錯誤去嘗試 我不知道對方怎麼從這個我嘗試過裡面就解釋不出來 所以還是回到我們第一開始的問題 對方說來說去 無論如何都是要強制 對不對 對只不過是對方希望更好的去嘗試而已 這恰恰是承認了嘗試更為重要 這恰恰是我方的觀點 就是嘗試 不管你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 它都會發生 它是人生的一種必然 而對於人生價值的追求的方向上 我們自然要追求每一做錯 聽懂了吧 不好意思 我不能認可 很多時候就像我現在在一個公司工作 如果我要跳槽還是繼續幹下去還是創業 如果我繼續幹下去就不要嘗試 因為我保持了基地的軌道 如果我分析覺得我在這幹 比我創業 失敗率更低 我更有機會獲得更好的發展 我選擇了不動 這就叫不嘗試 很多時候是做多錯多的 不是人生永遠都一定會嘗試 這個是多改 留在現在的公司不去跳槽 對 這不叫嘗試 這叫什麼 對於很多在學校已經工作了一輩子的老教師來講 他們沒有選擇離開 他們就叫專注 人生在學 三十歲以前你可以去試試過 但是三十歲以後呢 你要選擇一個對的自己認為對的方向 你就得專注地做下去 這才叫成長和誠實 對嘛 所以人生還是可以不嘗試的 按照對方沒有的說法 嘗試並不是人生的必然 是不是嘗試 我們難道就是說 我每天都一定要踏出新的一步 我去一個新的國家 我去一個新的地方 才叫嘗試嗎 我不這麼認為 我在不同的心態 很多時間去 誒 我怎麼再解釋對方變體了 所以回過頭來看我們的題目 其實很簡單 嘗試大家都知道每天都存在 我們也一直在做 但對方一直把所謂的對錯和誠負放在一起 那您先告訴我們 到底您這個誠負 成負和對錯區別根本在哪裡呢 好 其實對方一直在說的 我們要做對 我們要做對 我們要在事前提高這個成功率 這就是所謂的成負和對錯區別嘛 但是還是那個問題 你事前怎麼知道 什麼叫做對什麼叫做錯 你嘗試不嘗試 你要是不嘗試的話 也一定是別人嘗試過 你才能夠從別人的經驗中得出來嗎 我覺得對方說了半天說 我不知道對錯的情況下 我要嘗試 那你能不能舉個例子說 明知道還是錯的 我要嘗試 就是因為這個價值觀否定了 東方不敗的價值觀就是錯的 對方說啊 很多對和錯的事情是常述出來的 我同意 為什麼 就像我們說 總有人吃第一隻螃蟹一樣 但是在我們人生做選擇的時候 大部分的時候 如果已經有了正確和錯誤的依據 或者說建議 你是願意依照這些依據去做行動 還是說 我去找一個從來沒有方向的這個方向 沒有人判斷對手的方向去行動呢 雙方的這個時間多少 好 再來有請反方四變進行總結誠詞 時間是四分鐘 大家說過對不起 這歐變的時候你能打得有點亂 我再給大家重新理一下思路 有亂的原因在哪裡 首先 對方一直在扭曲變直 他告訴我們說 人生一定會嘗試 所以我要用對的方法 向著對的目標嘗試是更重要的 不好意思 這一句話沒有任何意義 因為誰都知道 對不對 如果你說對的嘗試和亂試 用各種舞蹈的方式去試 根本自己就不適合的 比如說我是個瘸腿 還要跟博爾特跑一百米這種事情比 那當然能更好 但是這個對於我們人生沒有任何的指導意義 我們今天討論的核心點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我們面臨人生十字路口的選擇的時候 我是選擇停下來想一想 我要做對的事情 還是說我勇敢地踏入哪一步去嘗試 這個才是我們今天討論有價值的一個點 第二 對方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他們一直在混淆過程和結果 一會他們說我們要做自己開心 這個主要是對方一遍說的 我能理解 大家在不同的地方準備遍題 事故可能會有衝突 但是這個矛盾會非常的明顯 就是對方一遍一直在說 我要做的是 我要做對的 做開心的 所以它是一個用對的方法去嘗試 這是一個前提 但是對的方法嘗試 這個定格帶來覺得結果嗎 什麼叫謀事在天 成事在天 這個是有疑問的 第二 對方二遍強調的重點是什麼 我結果要對 我一定要把事做成了做對了 這個 不好意思 也不在我們今天討論的核心要點當中 因為你做對的事不一定就對的 好 那我想回到我們討論今天的一個核心的焦點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去糾結對錯 第一點 對錯的標準是不同的 就像我跟他問的問題 我覺得對我爸媽都覺得錯 怎麼辦 他有時代的局限性 他有階層的局限性 奴隸主覺得對的事情和奴隸主覺得對的事情 對的事情一定是不一樣的 第三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部分對錯的 比如說審美 我覺得范冰冰好看 你覺得湯偉好看 我變 有什麼可變的 這種東西只有差也沒有對錯 在這種情況之下 糾結會導致一個什麼問題 叫做無所適從 無所適從就會讓你錯過機會 第二 叫做患者患失 尤其對於那些已經成功過的人 有其如此 比如說剛才我們提到諾基亞的理事 以及安卓的理事 很多時候 你不知道對錯的情況下 你勇敢的踏出那一步 獲取成功的概念會更高 尤其在現在這個競爭激烈 創新致死的時代 因為極流勇進 不進則退 你的競爭對手都在快速的前進 你一旦停在原來的經濟軌道上 選擇一條低風險的 保險的 對的態度 可能就隨時會被青春根據顛覆 這個例子已經太多了 我不想再過度地去強調 所以基於這兩點而言 我方為什麼強調 需要有一個嘗試為主的態度 核心的點在於 第一 嘗試讓人生變得更精彩 因為我們人生不斷地在進步 這個進步的過程當中 需要去做對的事情 我方從來不可能 那對的事情是怎麼來的 要麼你試過錯過 後來發現了一條對的路 這叫經驗 要麼前人總結過 你的老師教導給你了 你看書學到了 這個叫什麼 叫前人搶試過的經驗總結 所以對的事情是基於嘗試得來的 否則你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對的 其次我們覺得社會的發展 是靠創新推動 是靠嘗試推動的 如果人從樹上頭子爬下來到現在 什麼嘗試都沒有做過 沒有勇於賣出每一步 我們現在可能還是血距的 所以我們要想讓社會獲得更大的進步 每一個人都需要在自己的領域當中獲得嘗試 即便是老教授 也需要在自己的領域當中 創新新的東西 所以我們覺得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長方四邊發言 下面有請正方四邊進行總結選擇 時間同樣是四分鐘 對方的核心觀點 我也來梳理一下 就是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時候 當你要做出重大選擇的時候 你不知道前途勝算幾何 你是止步不前 停在原地思考 還是勇敢的邁出第一步 去嘗試一個不一樣的體驗 對 在這個時候 我們鼓勵大家去嘗試 因為不嘗試 你永遠不知道哪一條路更適合你 可是看看我們今天的面題 我們的題目有一個前提叫 人生暫時 當我們把整個視角 時間都跨入到整個人生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我們有多少時候 是面臨如此重大選擇 我們是不是每天 每時 每刻都要做出 這樣的重大選擇 都要表現出我們勇敢無畏的精神 對方沒有 你是堵在太華路里交橋了嗎 不是 當我們面臨重大選擇的時候 我們鼓勵大家 勇敢地邁出一步 但是 我們放在整個人生的時間流上去看的時候 我們邁出的每一步都在試圖不做錯誤 學游泳 我們知道正確的游資 那你必須跳到水裡 才能學會 可是當你跳到水裡的時候 你敢不敢嘗試一下在水下呼吸呢 對 你不敢 因為那做錯會帶來巨大的貢獻 這是已知的前人累積的經驗 給我們定出的標誌 好 在那些尚未被人體驗過的領域 我們要不要追求人生在世 我去嘗試過呢 沒錯 有人喜歡湯瑋 有人喜歡范冰冰 可是在你的立場上 你敢不敢 你要不要兩個人都嘗試一下呢 不可以吧 所以 你看 在我人生諸多選擇當中 有些事情是不需要嘗試 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嘗試的 那為什麼重災我沒做錯呢 標準誰定的 憑什麼你對 憑什麼我錯 不一定你對 不一定我錯 你只要追求你的精彩人生的目標 朝著這個目標不斷地邁進 我們就贊成 我們就支持 其實 老師們留在學校裡三十年 何嘗不是一種嘗試 可我們從老師們的選擇當中看到 你選擇嘗試一件事情的時候 必定要放棄另一件事情 你為什麼放棄那件事情 因為 你要做對你的人生精彩 最沒錯的事情 追求整個人類自由解放 個體精神自由的宗教 倫理價值 也許給我們帶入一個更廣泛的空間 但你會發現 耶穌讓你贖罪 如來讓你放下 孔子 認為此案遠比彼岸重要 所以你今生今世 即要 修身其家 治國拼天下 在諸多的選擇面前 沒有一個絕對的正確標準 你要不要選擇那個對你最沒錯的 還是我不斷地勇於嘗試 最後 你會瘋的 因為所有的價值觀可能理論體系本身就不相容 今天我們回到學校 來給大家做這場表演賽 我們的目的其實是要致敬 當年培養過我們的教練們 老師們 我們要感謝他們 當年 在我們選擇 進入辯論隊之後 在我們一步步 從一個生花蕩子 變成了今天 這樣的口吐蓮花的面相 謝謝老師們 當年我們沒做錯了 大家也非常感謝今天八位老隊員給我們帶來了精彩的比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時間交給今天的業餘主持人雷宇師兄了 謝謝 業餘的主持人 感謝業餘的主席 其實剛才這個對面賽 我們大家聽得都非常開心 可能又找回了當年我們打了一讚的那種感覺 非常的過癮 那麼其實當年我們打了一讚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就是教練點評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韓崩傑老師剛才 因為他之前前面有個會 所以山上台時 我們在這兒 先請現在四位學社的社長 向韓老師下發表達我們的敬意 在這裡我簡單向一些在校的同學 不太熟悉韓老師的簡單介紹一下 韓老師先任人文學院的教授 同時也是中華明電盟的副會長 是當之不愧的 華語辯論界最優秀的教練之一 現在我們把時間交給韓老師 謝謝 我多嘗試 好 大家坐在這兒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們把這一場比賽當作是 原來在學校的時候 一場內部的訓練賽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每一次他們比賽 在玩樂教練點評的時候 不大說他們好的方言 點評的時候 經常地很尖銳地指出他們的問題 雖然現在大家已經離開了學校久了 但是在這個場合我還是把大家當作是隊裡的隊員來說 這個比賽 好壞參半 好的方面 雙方準備時間都很短 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 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 在講的時候 有一些很精彩的地方 不錯 但是整體的配樂上 我還是感覺 在這一點上 不是很沒有滿意 雙方適合最後的觀點 同意 我看到那個情編上 是零零前和零零後 我沒有明白這個 我以為 不覺得 不是 不是出生時間 是吧 所以我覺得這場比賽呢 感覺 感覺 在我的感覺裡應該是這樣的 全怕少壯 這邊 應該貼身又肉河 挖給你們的反應的長項 棍怕了 是他們打得招呼 就是說 反叛的時候 抓到一些關鍵點的時候 對 能夠在這個地方突破進去 展開 打的時候是不是這樣啊 正方一開始講的這個理論啊 我很同意 這是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 在後面也接著講 我們要負責任的態度 負責任的去嘗試 因為嘗試是一種人生常態度 對 這是一種必然 那你這裡邊就有一個價值觀的問題了 要不要負責任 這是他們的主線 我覺得這個立足點 平台很高 二樓平台 所以把對方的要講的那些嘗試的東西 都可以放在這個層面 然後 把價值觀的 價值這個層面的內容 就可以會有一些突顯 這是他們的狡猾的地方 反方一直想突破那個 反方就說 你講那個 對 那也是一種嘗試 低水平的是嘗試 高水平的是嘗試 對的嘗試也是嘗試 總而言之都是嘗試 但是你又沒有發現 當對方講嘗試 使人生的一種常態 一種必然的時候 你說這些都是嘗試 所以我就覺得在這個地方呢 這個優勢點就不明顯 尤其是你們後來又提出一個問題 十字路口 說這個人生的對錯好判斷 我們講這算十字路口的時候 你要不要去嘗試 對 所以問你到最後最面的時候 說人生路口這個時候 你要去嘗試 但是你看看便秘 這個時間都是人生在世 不都是這種情況嗎 我就覺得 胡維銘的這個 截變後邊還可以再深入一下 你說十字路口的選擇 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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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想什麼 反思 預判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這個截變啊 在這個地方還應該再有一個失誤 對 這樣就把這個 你講的那個問題 你講的那個問題 最後有一個落腳的地方 說說今天場上的表現 這個陶俊的表現 令我很驚訝 陶俊呢 原來寫個文章說 你看我這一輩子 跟那個 二交道 我拳擊的時候 不是三打的時候 我是第二名 然後什麼還是 亞軍 然後什麼是第二名 現在我們還陶俊坐在那邊 還是 這個 這個挺有 這個 肯定挺有緣的 對 陶俊今年二年 他一開始講這個 把那個整個的氣氛呢 這個 挑起來 尤其陶俊 舉個那個 廠商的這些人的例子 吳江 咨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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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管用不管用 一定會做對的事 你看 咱們那個 辯論隊初期的 媒體是一部分 咨詢公司是一大部分 好像很多人都在做這個 對辯論隊 對人的思念 非常地 大家都要積極地參與 我覺得這個陶俊今天 表現的這個 你在那兒沉思什麼呢 剛才還是挺那個 對 我現在反應不快 說跟不上 對 對 當年陶俊在學店的時候 最喜歡講一些絕對的話 比如說這個事情一定是這樣 必然是這樣 所以當時跟他奇怪的話 叫陶必然 現在沒有 現在那個講話 你看他雖然說他反應不快 但是我覺得他今天這個講話還是挺 這個講的這個語言 沒有什麼 挺恰當的 比較這個 氣氛比較浮躍 浮江還是一貫的冷的樣子 對 浮江幾個秩序的問題 滿好 秩序的問題挺好 移民在前面的這個 辯論的辯的時候 尤其是質疑的時候 回答問題的時候 這個表現就是 這個明顯的比你們記得 還是要考慮一些 報偉呢 98年 後來他也參加過 教練兼隊員 今天呢 報偉的這個立論呢 舉自己的例子 很好 但是這也有明顯 你發現沒有 他們後來抓到了一次 你解決了你的事 因為像這個辯論 如果都觸到個人的問題 這明顯的這個事 有點窄 對 所以在試著 講個人的逆證的時候 一定要做出力量 別人針對我們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個問題要有很好的回答 記得當年跟馬雅雅 下一次在的時候 人家在二邊就問 路易明 你看我長得美不美 路易明說 你長得很美 對 但是這是我的看法 假如有人說不美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擦上一萬隻腳 如果你的標子是客觀的 你拿標子橫看下去 你何必問大家 你美不美 好 就像這樣的回答 針對個人的時候 就會出這樣一個威脅 對 所以 靠了我今年的表現 我這努力的表現一下 真的表現不錯 既然的這個隊員 雲飛啊 雲飛我第一個感覺 是 你的長腹感覺 原來在學校的時候長髮飄飄 雲飛是給思辨學社做出很大貢獻的 他非常的專注做這個電話思辨的事 對 所以當時你在做思辨學社的社長的時候 跟我聯繫是不多的 對 今天你的一開始的這個陳詞呢 我覺得這個陳詞呢 就是前邊閨謬的幾點 就是閨對方的那個閨謬的幾點 對 提到的有幾個後邊的人沒有 反正的觀念也沒有學下去 我不知道 按說一面啊 一面包寫完了 應該給大家 或者說 人不就沒有寫到 沒寫 大家都不知道這個問題 包括比如說家人的東西啊 什麼話 都沒有進去 我要來看馬藩的比賽分數 今天馬藩屬於你們四個女兒表現最好 對 對 出生無故 對 對 對 連登斯呢 咱們2002年的時候 在上海比賽的時候 對 對 你跟那個天顏他們一輩的比賽的時候 拿王冬王冠軍的一次 是吧 呃 思維 所以 整理了一些 反用慢了一些 這個辯論最好的時間啊 是大學 大學的時間和研究生剛開始的一個階段 到這個年齡的時候就是這樣 如果反用慢的話 那麼也就靠到我們的這個 呃 語言的完整 對 有 針對性 有分量的 反應 對 今天那個覺得 你講完了之後 陶俊說了一句話 今天講得太快了 我就被聽懂 對 對 我覺得它不是一句 很快的 就是組織的問題 組織的問題 對 朱立強呢 咱們是在馬來亞那次比賽 好像一直也做的 也都是這種四變 對 嗯 今天的節變神詞 尤其是十字幕口的那個強調 對對方規密 我們一開始抓這個問題 對 轉於整個這個變體 你們在講的是一個什麼事兒 而我們要討論的是個什麼事兒 但是我覺得 你到這個規密完了之後 講自己觀點的時候 有一段話顯得有點飄 講完這個觀點 有一個話顯得有點飄 對 想要用一些理論的東西深入去支持它一下 但是我覺得這個 還可以再繼續在這個方面裡面 多做一些文章 對 這個就是 你們這個時間 確實是有一點非常緊張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雙方的辯論呢 好快參半 好快好多地方 就是在短時間的準備達到這個程度 相當不容易 但是跟我們也跟那個 原來我看你們的比賽 尤其上這邊 就來看你們的比賽 還是能定的差距 對 於是就印證這個問題 就包括這樣一場 回到學校裡面 我們給大家做這一場這個比賽 我們這個態度 對 下次再有這種機會 我們還是要 不要說 我沒有準備 而要說 我認真的準備過 認真的準備過 認真的做到那一點 才是對場上的一個人的尊重 也才是對我辯論的那樣的尊重 當然 話說回來 這是咱們內進去 就是當著一場內部的練習賽 那 讓我也過了一下 因為 這幾天做平穩的時候 點聽到哪一個 也都不敢說人家 對 我批評過一次澳大舞 咱們跟澳大舞關係好 就當作我自己 對 下面我說了 對 愛之身材責之切 所以每次都把那個批評的話 聲聲都吞在肚子裡 今天終於有這個機會 我要說的是啊 就說大家看到今天有很多的老師 辯論隊他們組織活動的時候 可以當年對我們辯論隊 講過課的 做過顧問的 做過服務的 這些人大家都還記得 讓大家今天聚到一塊兒 96年 我們第一次組織這個隊伍的時候 對 蔣校長在下面 蔣校長當年就說 哎呀 咱們這個學生 反應不如南方的學生土地啊 他們出去比賽就是一種勝利 那個 徐海波 現在那個 蘇以波老師的那個 老公 徐海波當年講的話 我也記得清楚 他說咱們去比賽嘛 得不了第一得第二也行嘛 第三也行錯 對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動員了多少 大家知道 當時我們的部門團 就那麼多人 包括蕭老師 王老師 那天我們昨天在路上 還碰到榮軒的幾位老師 當年這麼多的龐大的服務 那 當年我們的教練組 那 周維銘老師 張榮老師 還有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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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梁畢老師 啊 就說96年到9899的時候 能夠實際上 一直連續 所以話說回來 就是說 一個事情的做成 凝聚著許多人的心血 那 一件事情做成功 使大家共同努力的 這樣考慮 所以 這些隊員 不忘初心 二十年的之後 重新回到這裡 包括他們這個名字 二樓平台 那 當年訓練的地方 那 有這樣的一種情緩 又回應了當年 96年肅行的時候 他們給學校說的那句話 那 學校提供給我們一個機會 我們會還學校一個驚喜 是吧 我覺得今天回來的這些人 都做到了這一步 辯論 是一種活動 這種活動最重要的 是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在 現在的辯論圈裡面 有這樣一句話 要數歷史上 哪個隊伍最強 就從開始的時候 八十年代開始辯論的時候 數到科學校最強的隊伍 大家說哪個隊伍之前 排在第一位的 這是大家公認的 大家排的時候 就說到西郊當年的這個隊伍 西郊當年的這個隊伍 這個隊伍呢 是由一種尋變的風格 重視理論的積累 重視邏輯的這種推演 也重視場上的這樣的一種 具體的配合 它具體的配合 所以有一件事 在華語變動範圈 到現在 華語變動範圈 做到 98年的時候 在同一天 交大 在同一天 兩個全國的比賽 在同一天 我們拿了兩個冠軍 下午變完了 電視台的央視呢 開始給那個 前面都有那個隊伍學校的標誌 哎呀 他說這個我們省事 我們先交大標誌 都不用換了 上了一個比賽的冠軍 到晚上 咱們又拿了一個冠軍 非常不得了 現在大家學熟悉的 學校的一些 經常見到的 像空虧 副校長 像梁立老師 還有今天不在場的 成介老師 那 所以當年都是和 編論隊的 一起 那 大家共同努力 把這件事做成 所以我覺得 對我們來講 今天真的是一個 對我們老師來講 今天真的是一個 非常開心的 得天下英才的交易 是非常快樂的事情 看到那些 林網的隊員 坐在這兒 哎 姿勢姿勢姿勢 梁立老師當時 他們叫他們 還 偶爾 還在大部分時間 能看到 當年他們的那種風采 當然 有的部分 就顯得更加很成熟 這也是一種開心的景色 所以我最後 向 歸下來的這些隊員 中華部隊員 包括這些隊員 作為一個教師 我想也向你們 表示 感謝 你們還能夠 在這個時間 回來看看各位老師 讓我們也感覺一下 真的有 逃離滿天下的那種 自豪和驕傲 所以要謝謝你們 當然 也要帶著 變成越來越來越遠的 像在座的各位老師 在座的各位同學 兩次中心的感情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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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